TOP系列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甚是想念啊 说起怀旧游戏 最近发售的迷你PS1主机 不知道大家是否购买了呢 与老任的迷你系列截然不同 迷你PS似乎受到了玩家和媒体的一致差评 之后呢 我们也会专门做一期迷你PS4的上手试玩 敬请期待哟 好的 那我们继续MD游戏的TOP吧 本期呢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MD平台上优秀的ARPG游戏 看看这几款是否是你心中的五家呢 第五名 来自泰东的原创ARPG游戏 非常有演员的游戏 首先因为我们的主角穿着类似圣衣的铠甲 升级之后还会有颜色的变化 你看看 有没有一种从青铜圣斗士进化到黄金圣斗士的感觉呢 作为一款ARPG游戏 本作的A元素绝对是十分给力的 三种能力各异的变身 真的是让人大乎过瘾啊 本人还是非常钟爱这个天使形态的 毕竟翅膀可以带你飞呀 第四名 皇帝的财宝 不得不说 第一次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真的是震撼到不行啊 写45度的画面 立体感十足 丰富的场景和大量的探索要素 也让玩家们欲罢不能 本作更是在1992年度 MD游戏评选当中 获得了最佳游戏第二名的佳击 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缺点嘛 嗯 那么就只能说游戏的难度颇高 流程稍短吧 第三名 新创世纪 本作有着MD版塞尔达传输之称 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 就自然不必多说了 剧情方面也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主角不但可以上天入地 更是要进入天堂 穿越时空修改历史来拯救大地 系统方面更是别具心裁的 把各式各样的道具 换成了可爱的小动物 并且和DQ系列有些相似 它们会跟随着你一起行动 游戏的寓意更是温馨和深刻 表达了人类要和动物和谐共处 也表达了人们需要避免战争 第二名光明十字军 财宝作为世家最得力的第三方 格斗游戏魔墙捧一战 动作射击游戏火墙英雄 动作RPG光明十字军 都是财宝的得意作品 光明十字军采用了 和皇帝的财宝类似的视角 但显然处理的更好一些 而且由于人物采用了 完整比例的设定 让整体的风格少了一些同趣 却又多了一丝大气 老玩家们一定还记得 迷宫当中的高难度谜题 以及大量的隐藏要素吧 形态各异的魔法设定 大破例的boss战 你必须要承认 财宝出品 必属精品 第一名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 光之继承者 首先要感谢世家 让我们在那个年代 玩到了如此优秀的动作RPG 无可挑剔的画面 无可挑剔的系统 如果说 塞尔达传说的解谜要素 是ARPG里的第一的话 那么光之继承者的动作部分 肯定是ARPG里的冠军了 利用精灵的控制 排除机关和场地的障碍 人物的身手 与控制精灵合一的操作 最高境界 只有在这款游戏当中 得以体现 值得一说的还有 游戏的物理细节 是16位所有RPG当中最好的 不同武器 打到敌人时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敌人撞击过来时 也能够感受到相当的震撼 一款动作RPG 却带来了 轻版ACT的爽快感 用超凡脱俗来形容它 实在是最合适不过来 另外本作的续作 也发售在了 世家的土星主机上 你们是否错过了呢 好了 本期的Top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要赶紧去翻MB主机了 哦对了 今天既然提起了 塞尔达传说和 光之继承者的对比 那么下周 我们就来聊一聊 SFC上的几部 ARPG游戏吧 你会期待什么呢 我们下周再见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也希望大家点击一发关注哟 你们的关注 才是我们生产的动力 谢谢大家